而县议员杨华美在过年前也要举办一场红兔大展创意春联书写活动 时间是15号的上午地点是在国风里的社区活动中心 到时候会邀请到三位的书法老师为相亲辉豪 也请家长可以带小朋友们一起来拿毛笔创作特色春联 再过两周就要送走虎年迎接兔年 由华联县议员杨华美主办第四届的红兔大展创意春联书写活动 即将在15日周日上午9点到11点在国风里社区活动中心举行 邀请三位书法老师现场辉豪 民众可以跟老师所自 也可以带着孩子一起DIY 拿毛笔书写冲作出最有特色的春联 过去几年的春联活动都是在名校里 今年遗失到国风里来办 按照往年一样是邀请清新的新闻艺学会的曾渊凤老师来组笔辉豪 然后还有另外两位是华德福的老师 明英老师还有复林老师 现场会带着爸爸妈妈和小朋友一起来画兔子 然后用兔子来创意写一个春联 创意的亲子春联的书写的活动 那非常欢迎大家能够一起前来 我们一起来玩游戏写春联 在这段时间呢 过农历年前 我们办公室还会有现在手上的这个 岁月静好平安喜乐的这些春联 可以供乡亲来索取 那这是由蔡顺琪老师亲自写来 然后给我们办公室 希望能够给更多的民众拿回家张贴 然后在办公室在建国路172号 非常非常欢迎的乡亲能够亲自来 然后拿你腰的字 然后回去张贴起来 过一个平安快乐的年 除了腰民众15日来写创意春联 杨华美办公室也准备了擅长书法 赚课的蔡顺琪老师 为大家会豪书写单张大小春联 和春根福的斗方 4到5款四字成语 有需要索取的民众 可于上班时间前往办公室领取 接着讲帮雁华联士报导